说到阴谋论 有另一个阴谋论 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很多人说我们大惊小怪 怎么可能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 甚至我上个星期 跟一位比较老的基督徒 在辩论这个东西 我一直以来的说法就是 堕胎是不符合圣经的 堕胎是献祭孩童 堕胎是母亲把自己的小孩 杀死献给撒旦 祈求撒旦给他一个自由的人生 他觉得不是 他觉得堕胎就只是母亲不懂 又真的需要生活不允许 所以说这个母亲选择堕胎 他不支持堕胎 但是他也觉得说 堕胎权利是必要的 一直以来 AI News的观众就知道 我们认为堕胎是个假议题 跟什么女人的选择自由 女人的选择权没有任何关系 跟女人的自由也没有关系 堕胎就是献祭孩童 就是在杀人 堕胎是一个宗教仪式 我们认为所有的政治 基本上都是宗教仪式 都是宗教议题 所有的道德观的攻击 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摧毁教会 还有摧毁我们的圣经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的政府当中 做的事情 做的决定 最终都是关于道德的 而道德观一定是要一个 比我们更高的智慧才会有的东西 不然一切都只是我喜欢跟我不喜欢 我认同跟我不认同的个人想法而已 因为这个样子的话 杀人强奸吸毒都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一切都是信仰跟道德观在对抗 现在在网路上出了一个影片 一个年轻的女子 在教导其他的女人 在他们准备堕胎的过程当中 还有他们的堕胎手术结束后 要做一个祭坛 然后在那个地方敬拜 肯定立场的肩胎是很瘁的 会议的方法 因为它就制作一个空间 在你的伴侣库的图里 你能够回来 每次要去磨炸 每次要想睡觉 或者想念任何地方 对你的肩胎 是很美的方法 给你用一个感觉 and hold the experience in a really sacred way I also really like to add the abortion pills themselves to the altar to really bless the pills that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into our bodies during this process and place the container of which you plan to put the products of conception or the fetal remains within to catch that after you've passed it and save it for later when we find a way to to bury or otherwise to where we find a way to properly dispose of the fetal remains in a way that gives reverence and respect and support to this to this sacred abortion experience 對於一團細胞跟剪頭髮一樣 不痛不癢的蛋白質 有這麼多的儀式 這麼多的想法 這麼尊重 還有禱告 好像有點奇怪 這個影片裡面 這位女士穿著 就跟現在很多 自己以為自己很自由的自由派的這些 no ni no kuru一樣 OK 穿著瑜伽褲 瑜伽服 在他的公寓裡面蓋了一個小祭壇 在這個祭壇上面擺上他要吃的墮胎藥 然後結束了之後 要把這個墮胎之後的嬰兒的屍體 他在裡面說的是 fetus 還有人類胚胎 還有product of conception 受精後的產物 放在杯子裡面 然後擺在祭壇上 這就是為什麼我反對所有基督徒 去學什麼瑜伽之類的 瑜伽就是一個宗教儀式 反正各位聽了沒有錯 要把嬰兒的屍體放在那個祭壇上 然後在旁邊又是拜拜的香 然後你在那邊冥想 你要在那個地方對這個祭壇敬拜 很多人看著這個然後會說 天啊 這太誇張了吧 這你的神經病嗎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發生 但其實不是的 這一點都不誇張 這個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在每個文化裡面 都有這個樣子的事情 在人類的歷史裡面 獻祭孩童是最正常的儀式 一個用人命的獻祭 來達到什麼東西的儀式 中國古代的時候 應該每個人都聽過 有什麼和神 要丟一堆什麼同男同女 秦始皇讓徐福帶著一堆什麼 一堆人去哪裡找什麼 什麼藏身不老藥 就連現代都有什麼養小鬼 什麼生意人養了小鬼 生意就越來越興旺 結果最後都是 對什麼小鬼不敬 然後最後慘死非命 女人墮胎之後會有什麼 陰靈殘身 需要做法收金之類的東西 有去過日本的人就知道 有多少的鳥居 拜的都是嬰兒 或者是死掉的小孩 在這個世界上 人類獻祭 特別是孩童獻祭 是非常常見的 只有在基督教文化上 還有猶太教的文明裡面 說得很清楚很明白 不能獻祭人命 不能殺我們的小孩 而且只有基督教的文化 是這麼堅定的說 不能殺小孩 每個生命都是屬於神的 人沒有能力來去決定 造物者創造出來的生命生死 所以當基督教文化被扭曲 基督教道德觀下降 被抹滅的時候 這樣的常態就會再度出現 人類就是會想要殺死自己的小孩 以為這個樣子可以幫助到自己的生活 當基督教被抹滅的時候 我們不會變得更進步 不會變得更知書達理 更理性 而是我們就會回到 原本我們相信的多神論文化 當美國失去了基督教的律法跟道德觀 就是會有這麼多可怕 噁心的東西會來到我們國家 因為這就是人類 這個就是人類的基礎 我們就是迷信的 我們就是有原罪的 我們就是想要敬敗撒旦的 我們就是愛打壓人的 我們就是天生犯奸淫 無恥而且充滿暴力跟殺戮的 如果你不喜歡這些東西 覺得東西很可怕 你不喜歡人命的這個獻祭 不喜歡這些大雜交 然後敬拜這些什麼 多神論的撒旦的話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出去傳福音 好好的讀我們的聖經 我們就是要把聖經的律法 還有道德價值觀傳播給這個世界 我們就是要重新把基督教放在我們的國家 放在我們的生活 以及放在我們的文化當中 還要把基督教的價值觀放進我們的政府裡 你聽到很多現在的人 左派的人在說什麼 Christian nationalism 基督國主義的 是個宗教恐怖分子 這個是很倒退的 退步的 其實不是的 基督國主義的反義詞就是 無神論全球主義 Atheist globalism 無神論全球主義 就是國家不要邊界 世界大同 政教分離 摧毀我們的文化 摧毀我們的國家跟傳統 那個就是 墮胎的祭壇 墮胎的祭壇 就是這些什麼 猴鬥的這些雜交派對 而且還是政府鼓勵的 如果你不想要這樣的世界 不想要這樣子的文化的話 你的另一個選擇就是 以基督的心為心 以他的眼看世界 讓耶穌還有聖經的律法 來建造一個神喜悅的國家跟世界 我們這些當基督徒的 不只有這樣的權利 而且還有這樣的義務 而且還去創造一個 正常的 普通的 合常理的基督教的社會 很多人會這樣說 不管你怎麼做 就算你禁止墮胎 還是有人會去做啊 他們就會去找什麼秘衣啊 私下墮胎啊 所以你這個東西 還不如把它合法化 至少這樣子墮胎是安全的 首先 沒有墮胎手術是安全的 所有的墮胎手術 都會死一個嬰兒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就算禁止墮胎 還是有人會去選擇墮胎 還是會去找秘衣 但是墮胎的人數會減少 提供墮胎的醫院會變少 墮胎的價格會變貴 人們會選擇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而不是選擇獻計孩童 第三個 不能因為有人還是會去做 所以說我們就把這樣的東西合法化 因為如果說這個說法成立的話 那我們就乾脆廢除所有的法律就好了 禁止吸毒 還是有人會吸毒啊 禁止謀殺 還是有人會殺人啊 禁止超速 還是有人會超速啊 禁止看看A片 還是會有人看啊 我們只要把謀殺吸毒超速 這東西全部都不要偷偷做 如果我們是要安全的殺人 安全的吸毒 給他們安全的超速就好啦 逃稅也是不可能避免的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創造一個合法的機制 讓人民可以合法的逃稅就好啦 你覺得你的政府會給你這樣的政策嗎 那就不要覺得這些東西是OK的 墮胎應該要徹底禁止 剛剛那個女巫啊 如果是在什麼 16世紀17世紀的話 會被綁起來燒死啊 會被石頭炸死啊 我們不只是要在文化上面 傳達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要活得有律法 我們還要在政治層面著手 讓更多的基督徒參政 來改變這個時代 政治跟生活是可以互相影響的 可以同時影響這兩個的 就是我們的信仰 我們相信什麼 我們敬拜什麼樣的神 我們的生活就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的政治就會是什麼樣子 這個就是AI News想要做的事情 AI News不是一個政治頻道 是一個信仰頻道 目的是要想改變人的心態 改變我們的文化 最終影響到每個國家的政府 這個就是基督徒要怎麼影響這個世界 絕對不是什麼都不做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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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